如果你的PS5是日版的 连不上家里的WiFi 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另外如果你用的是日版的 任天堂Switch 或者是日版的Xbox Series X 也有连不上家里WiFi的情况 也可以看这个视频 我们看这张图 这一榴是日本 这一榴是中国 绿色的是允许的 红色的是不允许的 左侧第一榴是信道 我们看一下 日本的第一行是绿色的是36 中国也是绿色的是可以的 除了36 还有40 44和48 这四个信道 日本和中国都是可以的 我们看中国的信道 除了上面这一堆都是可以的 下面这还有一堆是可以的 也就是149 153 157和161信道 但是这几个信道 在日本是不可以的 我们家里的路由器 一般这个信道会设置成自动 这么多信道自动选择 如果它选择的是这几个信道 在日本它是否 你的日版的PS5 XXX还有Switch 是连不上WiFi的 这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那解决办法呢 也很简单 把5G Wi-Fi信道给它固定 固定成36 40 44和48 这四个任选其一 那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除了这个解决办法 那就是插网线 PS5是支持网线的 XXX和真天堂Switch 那个底座也是支持网线的 但是有很多人 或者受某些条件的限制 是不想插网线的 它就想使WiFi 那可以使2.4G的WiFi 因为2.4G的WiFi 它的信道 中国和日本的是差不多的 一般没啥问题 但是呢 这个2.4G的WiFi吧 它很慢 有一部分同学 他不想选2.4G的WiFi 他就想选5G Wi-Fi 这个5G Wi-Fi 除了信道之外 还有一个要注意 那就是这个赵赫兹 我们到路由器里看一下 这是我家路由器的设置界面 你家路由器 品牌型号不一样 设置界面不一样 但是都有这个功能 我们来到无线网络设置 就是那个WiFi设置 这个频段是5G的 下面有一个叫频道带宽 20 40或者80 它还有一个呢 就是自动 就是20或者40或者80 这看你的终端设备 现在新的路由器 还多了一个160MHz 这个数字越大 速度越快 现在有的设备 它连80Hz都不支持 它只有40 那么你选择80或者160 它就用不上了 所以说在这儿要选择自动 适合更多的终端设备 那下面这个是频道 也就是信道 就是视频刚开始说的 36 40 44 48 这几个是中国日本都可以的 下面这个149 153 157 161和165 这几个是不可以的 我们给它固定前四个 其中之一就可以了 视频的最后再说一下 PS5支持WiFi 6 XSX是不支持WiFi 6的 Switch也不支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